一男子被員警團團包圍 他在總統官邸附近行蹟詭異 警方獲報後馬上趕到現場 原來因為他不停的大吼大叫 甚至還在附近的巷弄徘徊 經過超商的門口 看見有國中生就出手要搶對方的手機 還揚言要綁架 學生趕緊跟家長說 家長立刻報警 警方巡洩就被監視器 發現他還在街頭亂晃 跨越車道四處亂跑 入網後工程是因為喝了一瓶高粱酒 才會胡言亂語 但這樣的行徑已經造成 學生跟家長恐慌 加上事發地點就在總統官邸附近 學生跟民眾的安全 也再度引發重視